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 一般來講 這一張算是 所謂 最常用的 極熱圖 那它有很多人畫 很多人画 这一张画是讲那个境界 可以 但是讲你因地修行的过程 这一张就表达不出来 我们看上面的部分 这个地方有很多线条有没有 线条的表达 当然它很多华丽的装饰有没有 现在很多人都是功利主义 你修行只要修一个自正觉世间 开悟就好 开悟以后你就万能的 那你就永远不能开悟 因为你无法万能 所以你开悟没有用 你开悟要万能 那你要知道 很多基础工程一定要做 你不要急着要开悟 我们没有叫你不开悟 可是你开悟要具备的条件很多 那些条件你都不具备 光开悟没有用 开悟以后正好给人家推 你知道吗 那叫撈肉厂 因为什么 因为你开悟了 就像那个唐三丈一样 开悟要干嘛 吃一口肉就可以功利增加一千年 那这种肉人家怎么不吃啊 牛膜王蜘蛛精 通通要啃你的肉啊 那你不是当老爸吗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办你看看 这些阴落庄严是什么 那宝钙啊滑钙啊是什么 都是修得饱啊 你平常要修啊 可是你又觉得这个怎样 这个又有什么用 这个没有用你开悟要干嘛 开悟就一口腿腿 在那边发光这样而已嘛 对吗 你要凭什么开悟 这些啊都是修行来的 而最重要的啊 这里头有很多云雾状的东西啊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我没有东西只给你看了 这些云雾状的东西啊 就是指重重无尽的意思 重重无尽啊 它不是重重无尽四个字 它是相互作用 各位知道法界缘起吗 刚才讲的这个 因为没办法讲啊 光只有用语言讲 没有办法去表达 一个东西的存在啊 证明另外一个东西的作用 刚才讲呢 举的例子是比较极端一点啊 你说粪坑没用 粪坑是一切营养的来源 对不起奥弥陀佛 请你搞清楚 你在吃营养的东西 你不要忘了 因为有粪坑才会有营养 你不能够否认它的存在吧 对不对 你否认它存在 你的营养从哪里来 哪有那个只有营养 没有粪坑的 更何况你所不要的 别人所要 别人他要的那些东西 以后所产生的 才是你所要的 因为它有一个中间的过程 你不要否认 那个中间过程的存在 这个是我们一个修行者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的 前面提到 我们看别人的存在跟成就 你一定要珍惜 要感恩 而且要懂得怎么样 回馈 感恩啊 你还要再回馈啊 所以我们说你看镜子 你对他笑 他就对你笑 这是回馈嘛 镜子都懂得向你回馈了 你怎么回馈呢 你怎么回馈给大地呢 对不对 你怎么回馈给众生呢 你又怎么回馈给三宝呢 这个弄清楚啊 珍惜 感恩 回馈 感恩不是口头讲的啦 你一定要从回馈上面把它实践出来 那你懂得感恩吗 就看你珍惜不珍惜 昨天我到吴师兄那边去 他跟我说啊 师父啊对不起啊 我搞这个餐厅哦 必须弄个婚的 我要婚的 婚的也不错啊 他说不是啦 我都告诉人家这些众生牺牲圣命供养我们 我们就要好好把人家吃完啦 不要糟蹋人家的生命 你想想看哦 是不是要的 这不是要的 这摆在眼前的事实嘛 对不对 那只猪啊牺牲圣命给你吃啊 那你又把人家糟蹋了 你未免也是太过分了一点吧 对不对 那只鸡啊把生命牺牲给你 那你又把它啃光嘛对不对 通通吞下去嘛 你为什么要糟蹋它呢 想想看 你吃素的人倒就没有伤生害命嘛 人家在那边活得好端端的 你把人拔去吃人 那不是人家牺牲生命供养你嘛 你要不要好好的 想想看 我们自己本身要懂得你在修行什么 先从这个地方来看 不要自我主意太强 平等平等要跟人家融合 所以我们一直跟各位讲融洽 要怎么跟别人相融呢 你要懂得沟通 懂得接纳 你要接纳 不是硬邦邦的接纳 一定从聆听欣赏上面来 你才能接纳 你要回馈一定要感恩 要不然你怎么回馈 对不对 那你又感恩一定会珍惜嘛 你懂得从这边来 真的在做的 这一连串的啊 都是我们真正在实践的 所以你要看到这个 这个宝盖是怎么成就的 这个从从无尽是怎么来的 你从法界观去看 那么这个过程里啊 刚才讲过 你会有从三二道出来的 这些种种 因为过去各位 各位当然包括我啦 你不要一直瞪着我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 可能把二子跟杂子 除得不干净 所以呢 才会在这个地方生死轮回 那么现在你要真修行 我们所教你的是 一次就可以成就的 那你这一生要这样成就 你必须彻底的把二子跟杂子都除掉 让本质啊增长起来 就在这个地方 那你这个时候呢 三二道的子会出现 因为它是佛果 对不对 所以呢 当然没有三二道的东西 那你所看到的 应该都是好的东西 即使有畜生 它也绝对不会是毛毛虫 或者厕所里面那白白的 有尾巴长长的那个虫 不会 它一定是啊 鹦鹉孔雀 白鹤 嘉林拼切鸟 这种美好的东西 即使是动物 要不是麒麟龙啊 那也一定是象 像马 狮牛 有没有 像 大象 马 骏马 狮子 或者是白牛 为什么 它用这些殊胜的动物啊 来表达我们生命中的一种性德 用呢 孔雀白鹤 嘉林拼切鸟 也是一样 它绝对不会画一只乌鸦 对不对 不会画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稻田那个叫什么 麻雀 对不对 它一定画孔雀 凤凰 为什么 是表示生命中的本质 善良的因素 要让它成长起来 它是用这个表法的 所以我们在看 各位你只要看佛画 为什么叫佛的画 它一定是跟三世间有关 尤其是你生命因素中 善良的本质它会一直成长 它是从这边来的 所以修行啊 没有一语之见 修行一定是全体启用 生命是整体性的 它不是啊 大脑推理的那种状况 大脑推理啊 是单线的 单向的 一个角度的 生命因为是一个模式的整合 所以它是整体的 你哪边冒出一个意见来 它都能接受 都能接受 知道吗 接受以后它去整合 它不排斥 可能也会引用 没有说通通不用 或通通用 没有那种道理 它模式加以整合 你留意到这一点啊 所以佛教啊 来到中国会很好 为什么 跟儒家 跟道家 加以整合 而整合最成功的啊 是华言中 这个精神呢 将再走出去 离开中国到西方去 跟西方的思维模式 再一次整合 然后 不脱离真理 不脱离三法印 不脱离空性 有没有 这个就是生命的真理啊 它会扩大 再成长 将来万一 ET的文化进来 华言可以跟ET文化再整合 全世界只有这一个 其他的都难说 你能不能整合 你只在那边对不对 然后气得 不然就虚胖 不然就脱水 不是说你啦 你不要一直瞪我啊 好像我说你 最会对号入座 整合 模式整合 真的是很需要 如何整合 各位带着疑情去想 生命取向的思维模式 它不是合理推理 合理推理是大脑 取向的思维模式 所以生命取向的思维模式 就叫做模式整合 这样就很清楚了 它不用推理 你的对我接受 它的对我也接受 你们都没意见 那我的意见在出容嘛 对不对 多美啊 可是我们今天怎么搞的 这个就是关键 真的把这种模式整合的 这一个整合的模式 你学好 天下太平 你去注意看看 它怎么冲突啊 今天世界为什么这么紧张 因为大家都对 告诉你啊 天大的灾难啊 就在于大家都对 这个是灾难啊 所以冲突就来了 因为不同的壁垒 产生的现象 假如大家能够整合一下 聆听一下对方的意见 欣赏人家的意见 加以接纳 那还有什么冲突呢 这就是关键啦 这就是关键啦 这个部分啊 我们跟各位讲 就是理事之间的状况 理没有离开事的理 事呢 也没有离开理的事 理跟事啊 是合一的 是相容无碍的 一定把它弄清楚 尤其我跟各位讲 精明能干的 你要特别留意 我不是讲谁也不是讲你啦 你这个情节绝非虚构 说到你纯属巧合 精明能干的 特别有这个麻烦 理事不圆容 因为他坚持事 知道吗 忘了理 我们华藏工程班出来的 也是理事不圆容 他是坚持理 没有事 讲到事 都受精 碰壁 这个就是原因啦 所以我们过去几属 所以我们过去几届 搞华藏工程班的全军覆 为什么 离太强 事不圆容 你要记得 理事要无碍 理事有障碍啊 那你就不能成就了 绝对没有办法进行 所以跟各位讲 法界缘起 你看这地方 这是相互的 不是说云 他怎么在云端上面 你不要用大脑去推理 他是一种整合 你看这也是一样 这莲花怎么开在这里 这里又没水 也没营养啊 怎么开出来 给你大脑一推理 一切都崩溃 对不对 他只是互相表达这种存在而已 像这个阴落 有没有 这都是 在庄严这个佛 佛之所以殊胜于伟大 就是因为他修了很多这个法 对不对 所以重宝所成嘛 不是佛用宝贴起来 那个佛啊 我看也难过 我想穿天衣比较好 穿宝衣反而难过嘛 但是他是指这个宝 而这些宝呢 都是他修来的 你要记得这个原则啊 佛的国土成就啊 包括这里面的众生 包括他个人的智政学成就 眷属世间 还有这些气世间呢 都是他多生累绝勤苦修行的 性德所累积出来的 所以这个才完美啊 这个才完美啊 这个才完美啊 像这个也是相互 你看莲花大莲花在这里 有没有 这相互称弦 这叫做法界缘起啊 不是说莲花没用 不是 这个怎么这么小 对不对 菩萨应该像佛那么大 都是你大脑在想的 他互相在称弦 当你讲单一菩萨的时候 单一菩萨的时候 这个菩萨都会像佛这么殊胜跟庄严 因为单一性德来看嘛 可是当所有的性德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跟各位讲过一个理论啊 这理论你想象不到 每一个都一百分 一百个一百分加起来是多少 对不对 一万分嘛 所以 有一个菩萨 两个菩萨 一百个菩萨加在一起 他们的总性德的成绩啊 不会比佛的成绩高 而且绝对比佛的成绩小 因为佛的成绩 从一个人来讲 从一个单体 佛修一个性德 到两个性德啊 是一的平方 知道吗 假设它的成绩是一百分的话 那么两个性德到 它是一百分的平方 不是一百加一百 你留意到这一点吗 那假如三个一百分 就一百的三次方 所以一个佛的微光鹤意啊 绝对大于一百个菩萨 尽管这一百个菩萨 都是等觉菩萨 都是一百分加起来的 那也不过是一百乘以一百 有五百个是一百乘以五百 可是佛一个人啊 他是一百的恩次方 你怎么比啊 微光鹤意这样来的 所以我们在讲说 你一个人要修行成就 你要从各方面都修 这个才会产生平方作用 这个就是各因素之间相互称弦 相互称弦 所以菩萨呢 在佛的国土里 他可能去当乞丐 你会觉得 阿德修道观世音菩萨的等觉菩萨位置 还当乞丐 修了老半天干什么 那是你的事啊 因为你是用意识形态来看 你以为说 我修了老半天 再来应该当圆外 没有国台民意 也要朝新城 我看你是怕更重 菩萨不计较这些 他是心境的什么 心境的频率非常稳定 不会因为外向而有状况 你知道 他不会因为外向 所以当以哪一身得度则 极限哪一身而为说法 菩萨不会说 你要来听我讲经 那就一定要信 什么标准来 菩萨不这样做 不是以什么标准来取众生 而是众生需要什么状况 菩萨会以众生所需要的情况去 你要留意到这一点 你不要再跟我拗拗都回来 那为何密法灌顶一定要钱 那就没有办法了 谁叫你要修这个法 这个法成本大 你要修 总不能够叫菩萨从极乐世界 把金块搬过来吧 所以你要修法自己来 别想太多 叫你出点钱都要斤斤计较 还要想要修大福报 没有那回事啊 这个是讲法界因缘啊 他的缘起状态 相互 法界缘起讲的是 相互之间都有关系 今天以你为主 那我为碑 对不对 我碑嘛 碑下嘛 你尊嘛 你要能够转过来啊 你不要说 我是什么料子 你把我当碑 应该把我当尊 还有这种观念 就没有进入修行的领域 更别讲成就 有了成就的境界里 他不会再向上这样 他有自己的心灵频率的稳定状态 同时呢 他也不在意这个稳定 当要起变化 他会变 知道吗 现在的话叫变频 太空 叫做变轨 轨道他会变幻 该变幻他就变幻 否则呢 他的频率会很稳定 没有其他因缘 他会那么稳定 该变幻轨道的时候 他会变幻轨道 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做的 你知道吗 你第一个要众生迁就你 你不能迁就众生 菩萨随时可以迁就众生 而且呢 他可以换鬼 鬼道他可以换 他换鬼道跟你换鬼道不一样 你也在换鬼道 你换鬼道是谁在贪嗔痴而换的 菩萨不是谁贪嗔痴换鬼道 他是谁界定会换鬼道 他也换你也换 你换叫生死轮回 他的换叫做菩萨事业 不一样啊 差别很大啊 你必须重记出来 这个是我们把这个法界源起啊 跟这个净土变啊 来跟各位做个说明 后面两句啊 我们再跟各位提一下 真妄物我 这个讲真妄物跟我 举一全收 这个从理论来讲 我们现在最大的麻烦 佛教界很多 这一种人 因为书本都多了 法师亲近多了 道场也走多了 然后呢他就变老油条 好 昨天有一个来 师傅你看呢 好呆好呆我就做打了 嗯 不是不过还有怎么说吗 糟糕了 掉入陷阱了 嗯 明明就他问我 结果变成我问他一样 因为他问了 我答了 我答了他就不过 但是 还有 你一直打他可是 会一直跑出来 结果变成我在问他 他在做打 这个都叫杂讯 杂讯太多 杂讯多啊 你没有办法成就 没有办法成就 我们简单的跟各位讲啊 理论上 你知道以后 你一定要从事项上再来 然后你自己要去架构一套模式 我所提供给各位的 都是 对我来讲啊 可能啊 是见性的东西啊 就算见性的东西给你啊 也都是毒药 那只是知识的东西 从你的立场 接受我这边意见的话 都是知识的东西 所以我一再跟各位讲 我不是要给你知识 你要记得这一点 你要透过我讲的 你去架构一套你自己的模式 自己的模式要架起来 这一套模式架起来 以各位来讲 十年 一定要花十年的功夫 十年要从哪里架 从四上去架 那把没有用的暂时丢一边 就算你完全把它丢掉 也不要紧 因为一定有跟勇为道种嘛 所以你这十年为了架构你这套模式啊 你必须把很多无关的东西 你一定要统统放下 等你花 那假如你善根很够啊 对我讲十年不满意的 你可以花五年时间 那是使善根够的 善根不够二十年 别急 越急的人大概三十年以上 假如你已经八十岁 那保佑你活到一百二十岁 不要急 不急很平常的状况来 花十年的功夫架构那一套 完整的解脱的思维模式 十年是需要的 是需要的 那这里面是表示 第一个 你必须 必须人格性很健全 与人相处啊 与人相处啊 非常和乐 假如你跟人家相处都和不来 每次来每次去那电视 你再花十辈子也没用 你一定要跟人家相处得来 因为这牵涉到人性 假如你不以人性做前提啊 你所架构的模式不是解脱的模式 很有可能是特异功能的模式 那就白费啦 白费啦 这十年架构完毕以后啊 原来你所丢掉的那些东西啊 你就可以再捡起来 那在这个架构上面啊 附贴上去 通通都可用 不会不用 你这辈子所读过的所有佛经佛论啊 绝对都够用 假如你不把这一套模式架构起来 那你的佛法讲得再多哦 佛理佛气 佛理佛气 不但佛理佛气啊 你还会怪理怪气 啊佛法是佛法没错 不过你怎么讲起来会变这个样子呢 那不是怪理怪气吗 你在很多地方不该坚持的坚持 该坚持的你不坚持 就出现这种状况 所以既然各位已经那么认真那么久了 吸收了很多佛教的资讯 它已经变成都读数了 你必须统统放下 重新架构那一套模式 架构好以后这些资讯你才能用 不是不能用 绝对可以用 可是当你这个架构 解脱的架构没有出来 解脱的模式没有出现的时候 你这些资讯对你来讲 严重脏道 严重的脏道 这个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那么这个地方讲的 真旺 真旺是理论嘛 对不对 物我是事嘛 对不对 理论跟事 就理事啊 举一全收 有没有 很清楚了 真旺是理啊 判断嘛 真啊旺啊 是真旺 我也举一全收 是物我 这个都是对立的 我也举一全收 理论上你先做好 是真旺的理 跟物我的事 我也举一全收 有没有 这就平等平等啊 我们一再跟各位谈 你假如在理上接触很多的话 那这一点你更要留意啦 事项上面一定要凸显出来 凸显事项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一定会有挫折 因为我们都是凡夫 当然我现在讲不公平 你可能不是凡夫啦 我一定是凡夫啦 凡夫一定会有挫折 一有挫折呢 我们就归零 百参 就这么简单 你要是不做这个功课啊 我告诉你喔 百千万绝啊 勤苦修行 犹如煮沙 欲成家串 无有是处 你说我修得很辛苦 很辛苦 很辛苦一直抱怨 抱怨满天喔 你会成就吗 我跟各位讲 修行人没有抱怨的权利 修行人没有悲观的权利 你不能抱怨 你不能嫌别人如何 因为我们要修行 众生都对的 有时候可以气 气得要死喔 气完了没 气一件事情拜一百零八拜 你再气吧 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啊 我们能不能够设计一个机器人喔 叫做监督修行人机器人 哪一个发菩提心的人喔 就要买一尊回去 守在你的佛堂上面 把你心念上生气发脾气欲挫折 你还不败喔 一个一个帮你记录 那这个名字可以叫做炎罗王 对 让你现在每天把业障消除 免得到地狱去受苦 真修行就是这样啊 你自己一定要有那个警觉性 假如人自己遇到的这些夜向境界 你都提不起境来做忏悔的功课 你不能叫修行人 你不能叫修行人 那你一定是在那边坚持你的对 你对 你对 你对为什么会气 对不对 气了 气了就忏悔 气可以 因为人总是情感的动物嘛 我对的他们都不听 你只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气你没福报 悲惨 就好了嘛 有福报的话 你怎么讲人家都听啊 你没福报啊 你怎么讲人家就不听啊 那你不败你还干嘛 谁叫你前辈子不修福报 对不对 修了一堆的聪明才智啊 精灵灵力啊 那就业障嘛 所以留意到这里 真妄悟我 不管它代表什么 都告诉你 都告诉你举一全收 讲真 他就设 设旺 讲旺 他也设真 知道吗 那个人讲错了 讲错应该 惊悟 好 讲错惊悟 因为他讲错才证明你真嘛 对不对 你何必跟他气呢 举一全收啊 能吗 你看得到吗 他讲错证明你的对 人家不接受你的对 那你拜灿 修行就这么简单嘛 你能吗 太简单了 你都要去修那种奇奇怪怪的 你都要去修那种奇奇怪怪的 所以怎么会成就啊 简单了 这一个 第二句 心佛众生秉燃其至 秉燃其至啊 是全部现前的意思 心佛众生三个 我们呢 我们呢 讲到心啊 忘了佛 讲到众生啊 忘了心 这三个呢 没有办法 连在一起 它是一体的 是同一个 心佛众生是同一个 因为同一个 所以他才会秉燃其至 讲到众生 心跟佛也都到 讲到佛 心跟众生也都到 我们今天的情况不一样 不一样 佛是高高在上的 佛只有什么 给众生拜的 这是你想的 你都不知道众生在拜佛的时候 佛也在拜佛 说不定你在拜佛的时候 佛在拜你啊 因为众生跟佛是一体啊 你在拜的时候 不是佛也在拜吗 有没有 心跟佛跟众生 是一不是三 所以当谈心的时候 就是众生啊 有没有 经典上常讲啊 当谈心的时候就是佛啊 你知道吗 所以心这个字啊 在中国文字里头 你很难去解释 你用大脑啊 那你想想看 心就是众生 那众生心是什么心 你这大脑就跑出来了 心是佛 那么佛心是什么心 那请问你佛心跟众生心 是不是同一个 那同一个要怎么定义 这就是问题啊 因为你有分别心 心佛众生是分开的 你假如没有分别心 心佛众生是一体的 我们没学佛 你再聪明你都感受不到 那现在你已学佛 这个很清楚 可是你把它变成惯性 变成一种概念 带过去啦 对啊 本来心佛众生就是三位一体 谁跟你讲本来 因为你听多了 我已经听多了 这本来 什么叫本来 你有没有去求证它 你怎么求证 不是理论求证 是自心感受 所以要带着疑情 心佛众生怎么是一体的 就像我们跟各位讲 你的法身 跟佛的法身是同一个法身喔 你怎么求证的 你的法身 我的法身 跟佛的法身 都同一个喔 你怎么进去的 你不要求答案嘛 但是这个感受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这个叫疑情啊 不是叫你怀疑 让你去体验 去体验 不是轻易能到达的 尤其像这种最高等 等级的疑情啊 等你一感受到 你一定觉悟啦 开悟啦 但是你要去感受它 让你说啊原来是这样 你一定经历过一个很大的 过程 那过程啊就刚才这个图案里头 很多宝你都具足啦 才有可能 你假如经常都在那边 啊开悟啦 开悟了 开悟了还是一样 卡西停 掐不到 还是凡复一个 那种开悟是假的 那你是想通了 大脑去想想通了 想通了也是一种善根啦 但是跟开悟没有关系 不过 最好是不要想通 因为想通的人下辈子精明能干 现在 理路很清楚 考试100分 台大毕业 留学的话哈佛毕业 都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又怎样 还是凡复一个 他有这方面的福报 这是福报 但是呢 假如你说我这辈子这么笨 我下辈子要像人家某人这样子 大学联考放榜第一名 那你可以修这个 下辈子给你跪眼睫 对不对 这辈子常常被老师打 写错的出来 你打完了 啊我对 对 对什么 要把老师打回去 因为你已经错到怕了 老师一直说 错得出来你就走出去啊 有没有 有没有经验 所以你就会压迫你的孩子 说要认真读书 孩子不会读就失误有 能不能念哪个奏 他会开智慧 可以佛法中去想通 对这部分可以满足 但这不是开智慧 这不是开智慧 跟你智慧的开启无关 开智慧是一种感受 你带着怡情去感受 你智慧越高善根越强的 那就从这种最高等级的 这种怡情来参 你就会通打 这个地方先弄清楚 这几句话 从头一直到这里 通通都是做说明的 前面我们跟各位讲 在理论上已经讲到这里 已经通通讲完了 这四句事实上讲下来 它是结论 那结论的前半部 已经讲到这里了 理事无碍 应该来讲到这里 都已经讲到 事事无碍 举一全收嘛 每一件事情啊 通通包含一切 通通包含一切啊 那么这下面啊 它就提了 这结论的一个反证 它迷 你要是迷的话 则人谁语法 法法万差 而人不同 而人不同啊 这法法万差 因人而不同啊 你差别的状况 所以跟各位讲 尤其那个闷闷的人 闷闷的 闷闷的人啊 有个特色就是 与人不合 他看得很厉害 那么多迷啦 因为法法万差 你要留意到 所有讲真理的 离不开人性 要讲人性 一定先讲人格性 人格性啊 一定告诉你 与人相处要好 我们这里很多同修啊 对法啊 非常执着 但是呢 在道场里叫做 几进几出啊 那几进几出啊 你就知道啊 一定与人不合 而他呢 对法呢 又很执着 这个就是问题啊 所以你发现哦 你去留意一下 当一个人 经常在那边 进进出出的话 那就表示啊 他在事项上啊 不圆容 不通胆 要不然 不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一直 跟各位讲说 你要定位 你是个怀言人 你就定位 你是怀言人 定不下来 定不下来 定不下来叫什么 无形的 他没有办法成形嘛 为什么没办法成形 因为他在世上有问题啊 世上有问题 一定与人相处有问题 昨天有个老菩萨跟我讲 师傅啊 弟子比较笨啊 好呆好呆啊 请你不要移弃我 弟子比较笨啊 请你不要移弃我 大家都要回去 我要到三峡去 去三峡干嘛 我要煮饭啊 他回三峡去 这个人啊 不成就啊 我要背英国 我 对不对 那精明能干 他自己会算啊 晚上睡觉起来 那个又没了 昨天你在睡觉 他已经溜出去了 包括框框的 就这样湿了 那个英国啊 他自己背 我跟你讲 很多人到这里来出家 来的时候啊 师傅反正也不收钱嘛 包个两千块给我 然后去售借我 就要包两万块给他 然后要逃的时候啊 好几卡车 那东西啊你看 这英国他怎么算啊 算不完啊 不是我要跟他算啊 因为他自己有犯英国嘛 对不对 你想想看嘛 所以这个都是精明会算 算到哪里去啊 好 他也老爷的油锅里啊 知道吗 你都不知道这些 编音就在于你与人不合啊 其他没有啦 真的人把你逼出去啊 那个人要跟你算账 对不对 谁逼你啊 没人逼你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你为佛法而来 那本该法喜充满 现在法喜还没满 你跑哪里去 对不对 这个搞错了嘛 所以为什么要为那些 所所祟祟祟的事呢 我常跟各位讲 那些所祟祟祟的事 你不要管 否则啊 你就法法万差 法法都不同啊 因为你在小事情上计较 我常跟各位讲 任何境界 使你不如意的 不愉快的 挫折困难 或者事情都弄失败了 你都不要管它 规灵 拜灿 你不能拜灿 那是怪人家 他对我怎样 他对我怎样 他们都在排击我 他们都嫌弃我 不然你是怎么啦 对不对 你就要人家一直捧你 一直捧你是吧 这个一定有问题的人 才要人家一直捧你啊 你真的去干 做你该做的 这里也没什么大不了 又没有叫你赚钱 也没有叫你干活 这个地方出坡 也不过是里面 灰尘药出来而已 你都与人无法相容 那你想想看嘛 到底发生什么事 都是人格性问题 都是人格性问题 一招大权在握啊 那腿要抬起来 要跟指挥啊 为什么是这样啊 这个都不对啊 所以你要懂得 你为政法来 其他事情就不重要了 不要理它 要发生 要是你感受到 这个不对 不对拜餐啊 对不对 不愉快的 一件事 拜一百零八拜嘛 拜完教父祖说 我这样向求 我拜好了 你有看 你做这面就好 工作在做 日子在过 有什么 这个就是修情啊 你就在成长啊 人家说你两次啊 给你一点不愉快 你就准备给人家 加倍还人家 你看你会叹吗 你到圆罗王去 你看你算得完 算不完 人家给你不愉快 是因为你前辈子 给人家不愉快 本来一比一抵消嘛 你现在加倍子还给人家 圆罗王说 那一倍 加倍还人家 那一倍在这里算 下辈子 再还给你两次 因为你加倍嘛 尤其当你养成那种 思维模式的时候 记得啊 思维模式养成 你会反复的出现 这就是阿比地狱啊 无间地狱 为什么叫无间地狱 因为你换一次 又下一次嘛 出来的你又换嘛 因为你那模式一直在用嘛 模式一直在用啊 你就一直下嘛 你换一次下一次地狱嘛 炸一次就好了嘛 那你现在变回锅油条嘛 就一直炸一直炸一直炸 因为你一直犯嘛 模式嘛 思维模式 使你的行为一直犯啊 这是关键处啊 我不是恐恶你哦 我只是把那个理讲给你听 事就是这样子 不然无间地狱怎么来的 你一直换嘛 你不要以为无所谓啊 我偷偷害他一下 他反正不知道 然后又遇到经济 我又偷偷害他一下 你一直遇到经济老师 偷偷害他一下 那个模式一直在用啊 偷偷害一次就炸一次嘛 所以老油条怎么来的 就是这样炸出来的 绝对不要犯有那种 思维模式的偏差 思维模式的偏差 它会造成你行为模式的偏差 跟语言模式的偏差嘛 整个都把你带进去啦 整个都把你带进去啦 这个要留意 这是迷啊所产生的状况 迷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常跟各位讲说 不要跟人家计较 当你跟人家计较的心态 一养成的时候 心态嘛 所以你那个模式就养成了 处处跟人家计较啊 因果啊 你受不了啊 真的 你在计较的时候 计较赢得好爽喔 好爽 好爽 你就戏啊 好爽 因为会有那个好爽 所以你就又想再一次计较啊 那模式会帮你养成 所以有时候我们跟各位讲 你去遇到错误的经验 去遇到失败是好的 是好的 因为你不会再试 我跟各位讲过啊 那现在几年啦 大概三十年前啦 那学婆刚开始很精进的时候 她境界很多啊 那时候啊 那什么 大家乐啊 正在风行啊 那有个同学打电话来 陈老师啊 我跟你讲 我看到一个影子 你说那个算什么 我说你看到影子 我又没看到 我跟你讲 这样这样这样 你说她是三还是八 我说你这样讲好像是三 好那你说 那这个是五还是六 就算五好了 好了 一开讲她中奖 陈老师你好厉害喔 我说怎么厉害啊 她没讲 你再告诉我 这个是四还是二 我是奇怪 你在问什么 我讲完以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告诉你 谢谢你 第二次又中奖了 第三次又来了 不只她来 一堆人都来了 我说我不讲了 哎呀不会那么小气 再给我种一下 我就弄一个道场很漂亮给你 我说看嘛 我说你这下去啊 情家荡产 不相信 等到全书光的时候啊 现在在中台出家 出光啦 搞得没办法出家去啦 不行啦 这错误的模式啊 不要有成功的经验 你假如都没有喔 她就不敢再试啊 因为她有成功的经验 所以她会一直在试 出家救不了她 不要以为出家就一切都 最过都抵消了喔 有的出家以后 最过还要加N N次平方倍 你不要以为那个 水路大法会的时候 就有一坦专门度出家中 这个是思维模式的错误 你绝对不要用错误的思维模式 尤其啊 是不好的思维模式 所以我们要你架构一套 架构一套 正确的解脱模式 那个才是修行中真正的工作 不是只有寄这些词汇啊 这些词汇我们给很多啦 这些词汇啊 不能帮助你解脱 帮助你解脱的就是 身语意三页的一个解脱模式 你要去架构这个东西 怎么样子你的身语意 可以使你的生命 解脱贪嗔痴的束缚 那一套模式你要来做 这个才叫修行啊 我们希望各位啊 真的在这里 获得应有的喜乐跟成就 这个才是啊 大家来学佛啊 所要的目的 好吧 我们今天就 简单的跟各位先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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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